首先准备一盘花生米 打入一个鸡蛋 再用筷子搅匀搅散 让每一粒花生米都沾上蛋液 再加入一大勺的玉米淀粉 让花生米表面都包裹上淀粉 起锅烧油 油温五成热 分小量多次下入花生米 刚下锅以后不要着急翻动 让花生米有一个定型的时间 定型以后拿勺子轻轻推动 使受热更均匀 炸至熟透酥脆 捞出控油 锅中放入一勺白糖 一勺清水 开小火把糖熬至融化 视频都看到这了 觉得老弟讲的够详细 能给老弟点个红心吗 就是照着屏幕点两下 辛苦您了 从大泡熬成小泡 熬至成这种香油色 关火 再下入我们炸好的花生米 用勺子炒均炒匀 让花生表面都沾上糖浆 再倒入熟芝麻 快速的炒匀炒散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花生米你就像我这样在家做呀 真的可好吃了 看完我这个视频呢 您去我的主意也巴朗巴朗 都是那种特别适合在家里边做的家常菜 最后老弟还是那句话呀 关注我没准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